大家好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大贊自如雲Smooth Q2的好處和優點 但是很少人講求要自如的事項和缺點 我剛剛開了自如雲Smooth Q2 試玩了幾天 連手機都要換 所以我想拍这条影片和大家讲一下 用这个Gimbal 预约的地方和它的不足之处 第一,初学者一定要加小脚架 我见很多人说它的重心在中间 所以不用加脚架都可以站稳 但是我就试过跌了 因为它的手柄虽然重心在中间 但是这个面积很少 当你平放在这里的时候 是可以站稳的 但是你如果不想撞到 就会很容易跌了 我试过第一日用已经跌了一点 所以我先加脚架 这样就会稳定很多 尤其是你不过意撞到 也没有那么容易跌 它跟基来的手机夹 其实只是适合这个薄的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比较厚的话 它两个夹夹起来就会不稳 你看,上面的夹夹到 而下面的夹夹到突出 这是很危险的 那部手机会随时跌出来 这个Smooth Q2 以细为埋点 其实它是特别适合这个细的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比较大的话 这个Gimbo 就有机会碰到你自己的手机 就加大这个跌机的机会了 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这样是会碰到自己的 当它转移的角度的时候 又或者是这样 都有机会碰到手机 增加下跌机的风险 在专 glauben 如果你这样开的话 拿手机会碰到那个Gimbo 这样会能叽 Merci 如果那个手机摊得不好的话 手机又会碰到的风险 如果手机不加套 又夹得不好的话 手机跌出来就大件事了 在用机部的时候 手的位置通常都会挺高 应该有1.5米以上 手机一跌出来 跌坏的机会是非常之高 我就跌坏了一步 幸好那部机器已经用了一年半 而且是杂物货 真是不幸之中的大行 又有借口让我换新机 我就订了一部Samsung A52s 我下次又会拍影片 给大家看看 如何在用机部时 可以防止手机跌下 有点今次的教训 我下次一定会很小心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怎样改善的话 记得订阅和赞 下次见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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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